大家好 我叫李嘉航 今年四年级 守备位置投手 目前就与台湾体育大学台中校区 就读于台湾体育大学四年级的李嘉航 是队友眼中的小巨人 虽然身材瘦小 不过靠着后天的努力 然而在投手球上展现了大将之风 在东西高中原本是外野手的李嘉航 高老时期开始改练投手 没想到短短的一年之内进步神术 在当年的轻棒比赛中展露了头角 因为本身条件就比较不好 所以上去的时候 不会去惧怕说 对方打的是多抢多抢这样 上去就觉得自己是最好的 所以很有那种想赢的心态 会跟他们去拼这样 然而身上大学之后 飞上投手人才季季 凭此大部分都是担任中继后援的角色 也压缩了他的上场时间 一直到去年台提到阿拉斯加的一地训练 才开启了他另外一个机会 我原本是跟着学校一起出去集训嘛 然后后来打到最后两天的时候 对捡吻的那一队投得不错 然后当天在跑步的时候 他们教员就有意愿说 想叫我过去帮他们打完全部的比赛这样 经过了阿拉斯加夏季联盟的密集训练 李嘉航更了解自己的优势和缺点 也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有机会也会想去闯一闯这样 毕竟这是一个梦啊 如果没有机会的话 就会想去业颖球队这样 大家好 我是国立局院三年级学生 黄志培 首辈位置三雷 我的打击特色就是爆发力很好 来自台东的黄志培打击特别有爆发力 他说这可是小时候在家乡抚育的时候 拉网训练出来的好手力 两个进入大水之后 机球的力道虽然可怕 但却有不稳定的缺点 索性去年在经过培训队的 美国教练指导之后 已经渐渐掌握了机球的阿达利 他就跟我说 我的打击姿势太 就是动作太多了 就是简单化就好 简单化 提早一点准备 然后等球 我觉得很有帮助 对我来说很有帮助 就是吸收到他给我们的经验 改变很大 打击就很稳定 青年底举行的中韩大学交流赛 黄志培以惊人的打击活力 受到了注目 而在所有展开的大专杯预赛 更曾经有连续三场全内党的表现 可说是大学队中最凶猛的打炮了 私底下就很爱开玩笑 就是很皮样 很爱耍宝 就是超帅 所以我在场上就很注重球场上的开足 因为我觉得说这是我的舞台 我就要表现好一点 积极一点 个性憨厚的黄志培 斯立莎却爱搞笑 是球队的开心果 将来希望和偶像陈金锋一样 成为一位令人敬畏的强打者 接下来的成棒比赛 不妨也多多注意这位年轻的选手 相信他会有更惊人的表现 凭借着左投的优势 萧宇琪从高中开始就受到球迷的注意 而在升上乘棒后 萧宇琪的潜力受到肯定 培训队的名单总是有他的名字 北京奥运前 名列六十人观察名单 一度有机会入选 今年的世界棒球经典赛 初选阵容也少不了他 来这边练习会遇到比较多好手 他会让自己感觉说 很多好手都会让自己想再进步 大学生涯来到最后一年的萧宇琪 除了要以WBC国手 证明自己的实力之外 直报当然也是他的梦想 最后一位潜力球员 同样也是左投 也入选了经典赛的观察名单 大家好 我叫罗正隆 现在在合作金库打棒球 手背位置是投手 上场球路有直球 滑球 还有曲球跟变速球 最快球速143公里 现在的罗正隆是合固队的球员 早在2006年的周继杯就当选国手 还没满20岁的他 未来性相当被看好 不过这几年下来 并没有投出应有的成绩 这次的经典赛 应该是他证明身价的时候 他来这边已经半年多了吧 等于就是一个社会球队 他就会有那种有压力这样 所以就会想要去让自己 想要去突破一些东西这样 因为学生时代 就比较 坦白说就比较爱玩 所以想要玩的方面会比较大 没什么心会专心去打球的 就是想要换一个跑道 让自己去更进步一点 随着年龄的增长 罗正隆开始规划未来的路 毕竟要打职棒 还是留在合固 都要提早做准备 主要是接下来讲法是先把兵衣用好 就是替他以希望可以考上 然后后续的话就会想要去打直棒 坦白说是小时候去追求一个的梦想 就是想要去打这个直棒 进入自己的能力 然后表现出最好的力量 然后可以弹出一个好的价钱 江山带有才人出 一代新人换旧人 因为有这些新面孔的加入 台湾棒团才能一直保有活力 棒球周报也会持续介绍新生代球员 为球迷带来最新的资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